尽管去年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收入 但是秉持回馈社会 帮助弱势的理念 花莲餐饮业者余香便当 在消费者热情的支持下 营收逐步的稳定 决定要捐款一万两千 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指定采购爱心礼券使用 期盼借由市公所社福平台 抛砖引玉帮助需要帮助的花莲详情 花莲市公所四年前推出爱心礼券 获得社会大众回响 花莲餐饮业知名的余香便当 在消费者热情支持下 收入逐步稳定 为回馈社会并帮助弱势族群 决定将部分盈余捐出做公益 农历年前17日 捐款一万两千元 给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 指定采购爱心礼券使用 接盼抛砖引玉 邀请更多社会企业和民众 一起关注社会弱势 应该是说 其实这一两年疫情来 其实大家各行各业 其实都 就是不是那么很艰辛 那我们在109年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刚好就是遇到疫情 但是其实一路上 其实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各位客人这样支持我们 那在这疫情之后 想说创业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就是想说 借由这样子的施工所的一个 这个捐款的方式 来回归给那个花莲市的市民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有爱心的一个鱼香便当 我们的企业 来捐赠我们爱心礼券 那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知道 其实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有非常多的店家都苦撑不了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鱼香便当 不管在那么度过那么艰困的疫情的这个期间 还愿意出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真的非常感谢鱼香便当 那也感谢老板的一个爱心 老板也承诺了说 未来有机会 他们还会持续的来帮助更有需要的人 那真的很谢谢他们 花莲市公所慈爱基金市 前市长田志轩申前所创办 针对有特殊困难或遭遇疾难事件 生活困顿 但受限公布门法令 而无法受助的民众 回家宴感谢吕善福吕鸿鱼父子 回馈社会的爱心善举 因为疫情让不少店家无法支撑 但鱼香便当在艰困盐下仍致力于公益 花莲市公所将积极持续整合社会资源 期盼让弱势民众 竟凭家庭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记者长帮演 花莲市报导